應該沒有想到會捲進 這個許巧欣跟費洪泰的 我不想捲入 因為我們就是很單純 就算我們初選沒過 沒有關係 我們還可以再努力 所以被說是暗裝有沒有嚇一跳 我真的被嚇一跳 受寵若驚 我是覺得比較像惡鬥 會這麼驚訝 是因為國民黨初選上演內亂 面對老闆張宏森說 自己真的是莫名被捲入 這個選區有先任例外 費洪泰對上挑戰者許巧欣 兩人都在最後登記日 派出幕僚卡位 最後鬆信選區 共有六人登記參選爆炸 費洪泰 許巧欣互相指控 是對方先發動 費洪泰更在臉書PO文 列出時間表 仔細看引爆戰火的 就是由國民黨親公會總會長 滿志剛代理登記的張宏森 費洪泰質疑 他是不是許巧欣的暗裝 因為兩人一起發過雞蛋 其實我跟他並不認識 發雞蛋是因為我的好哥們 滿志剛 他就是賭中華隊跟義大利隊打 中華隊會贏 他就說他發願一千顆雞蛋 來回歸鄉民 借我這裡發雞蛋 那許巧欣後來會來 我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那天也是一陣仗很大 我連跟他拍照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太多人要跟他拍照 我們真的就在旁邊 我們說欸可不可以跟他拍照 我們連拍都拍不到 我怎麼會跟他很熟 你拿我跟他拍照照片出來 我都沒有啊 所以被說是暗裝有沒有嚇一跳 我真的被嚇一跳 受寵若驚了 我是覺得不要這樣惡鬥啦 給黨怎麼決定 黨要派誰就派誰嘛 我們也有參選權嘛 那這次為什麼會想要來參選 就是為民服務嘛 你從101看下來 這邊全部都是愛房子 大家看了也很難過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生活品質更好啊 李明就跟我講說 欸我們大家集資 你出來選立委 對不對 看特別立法 我說好OK啊 大家支援就來 我們就來玩玩看了 結果一玩了以後 變成我們是暗裝的 我嚇死了 真的是嚇到了 真的 應該沒有想到會捲進 這個徐曉星跟費洪泰的 我不想捲入 因為我們就是很單純 就算我們初選沒過 沒有關係 我們還可以再努力 對 就這樣子啊 針對初選內亂的現象 媒體人黃陽明 也在臉書發文表示 這就是殺到劍骨了 最後必有一傷 事實上初選方式 採取全民調 或是有三成的黨員投票 將會由登記 參選人來多數決 因此有暗裝登記 挑動雙方敏感神經 接下來就看 國民黨28日要怎麼協調 字幕製作人